哈囉大家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覺得好久沒有講這句話了 因為我這幾月真的好忙 十月底的時候我就去了一趟東京旅行 然後回來之後就在忙著發照片 然後又適逢 上個月的黑舞跟雙衣衣 也忙著分享很多折扣訊息給我的社群朋友們 那終於忙完之後呢 終於有時間可以坐下來好好跟大家分享 像我從七月到現在入手的包包們 然後這幾個月背下來 也有一些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今天總共有七個包包 有點多 那我們事不宜遲 馬上看下去 好 首先開頭的第一個包呢 一定要奉上最最最最重磅的 Chanel CF23 那這個包呢 我必須要說一下就是我獲得它的故事 因為這是我 雖然是我人生第一個小香包 那時候就是七月的時候去巴黎 我就想說我們這次 我一定要帶一個小香包回來 就是anything 什麼都可以 那我自己期望的是就是像這種比較小size 那很幸運這次有買到 那呢就是熊呢就是有聽網友說 進去買的時候要跟貴哥或貴姐 就是編一個小故事 是有點像博取同情的感覺啦 然後呢因為我沒有買過Chanel 在前一天的下午呢 我是下午才去逛 我想說欸奇怪怎麼都不用排隊 然後我就順利的進去了 然後等我配到了一個Sales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東西都沒有了 就是都沒有了 然後那個Sales就跟我說 如果想要買包包的話 建議就是隔天早上開門前的時候 一定要充開門的時候進來 那因為他們每天都會進貨 那就是看當天的貨有什麼 比較容易有機會買到 然後我隔天呢 早上就是也是 我也沒有充到開店啦 大概就是10點 明明10點 算10點開店好了 然後我就在10點20分到 然後一進去的時候 就是已經排了就是長長的一條 那我大概排了半個小時之後才輪到我 那我就是配到了一個 有一點酷的貴哥 就是很高大的貴哥 我就想怎麼辦 怎麼會配到一個 就是感覺好像很不好講話的 然後呢我就聽熊的話 就是我們一跟他配到之後 我就說欸 這是我們的Delay Honeymoon 就是我希望就是 我可以買到我人生第一顆小香 那我自己的期望就是 想要小的 然後任何尺寸什麼顏色 就是都可以 就是可以拿出來給我看看這樣子 然後那個貴哥就很酷 我就跟我說叫我等一下 他去幫我看看 我就想說哎呀 看他臉色就是你知道 有點不好溝通 然後我就想 可能會買不到這樣 殊不知呢 他就是你知道 雀躍的從倉庫裡面 拿著這個就是 有點小奔跑之之 跑來找我就說 趕快這一顆 他剛剛從後台拿出來的時候 路上就是一堆人在寄於他的這一顆包這樣 我就看一下說 喔天啊 這顆真的很讚耶 但因為我個人就是比較喜歡金色的包包 我就問他說 欸有沒有就是金扣的這樣子 然後呢 正好旁邊有另外一組客人 他是應該是CF25吧 他就說那一顆這樣 我就說 喔那我可以看看他的那一顆嗎 他就 幫我過去問那一個 那一組客人 然後那一組客人 竟然要求就說 要看他的包可以 要拿我這一顆交換 就是我們要交換看這樣子 然後呢 貴哥就很緊張的臉 跟我說 他說你千萬不要把這顆交出去 這顆交出去 你就絕對拿不回來 我就說好 我不用了 我要這一顆 這整個過程真的真是太有趣了 最後你知道他提了一個 就熊就會出一些搜尋 就說欸那你要不要跟貴哥合照 我說好像也不用吧 最後就提了一個 CANEL的袋子跟貴哥合照了 那我覺得這整顆用下來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裡面的 就是配置 我覺得 他是以我的 我出門的東西來講的 我覺得他的容量其實算蠻夠了 但是因為我覺得他的寬度就是稍窄 我再把東西放進去之後啊 你就會覺得 天啊就好像一下下就補了 因為你自己看他這個真的 非常的窄這樣 然後扣起來就是會有一點點的小困難 但是呢 我個人的宗旨就是呢 包美就好 其他什麼事情我都可以克服 那這個包就是兩杯嘛 一個就是雙鏈這樣子拉起來 那一個呢 就是把它拉成長的 像這樣子 這樣子 唄 大家應該就是 沒有想要再多看這個包的介紹吧 你們應該就是都已經背到爛了 但我現在才剛入手而已 好anyway就是我很喜歡 喜歡他 再來呢 第二個應該說是二三個包包 這兩個牌子 大家如果就是有買的話 大家應該也知道 我那時候我說我要買壞之後 我要稍微做比較 那我會先介紹Volay Lepage這個 我我有上網查了他的那個發音 但是我覺得我唸的應該不是正確的 Volay Lepage 大家如果有更正確的唸法的話 歡迎就是在下面留言 跟我說 這個是Daily Battle 37的 那這個品牌呢 說實在就是也是有他的小故事 那時候呢 就是我們從雙鏈買完之後出來啊 然後我們就要走去 Go Yard的路上呢 就路過了這間店 然後我就從橱窗裡面看到 我就說 欸 這包長得好像Go Yard 那時候熊就提議說 那要不要直接進去看看 就是其實法國有很多 很有名的老牌 但只是還沒有被炒紅 但是他們包其實可能在當地都算是蠻有名的 這個牌子呢 在台灣其實也有貴 那他其實算是法國一個非常百年歷史的一個牌子 那他們是以做武器起家的 那他們就是將這個圖紋呢 應用在他們的包包上面 那37這個尺寸真的非常 算非常的大了 你如果是有通勤需求 還有需要裝筆電在裡面呢 這個是絕對夠的 然後呢 他的這個 肩帶這邊其實都有做這個是可以調整的 你可以調整到你最適合你的高度這樣 雙面這邊都可以調 包包裡面呢 他就是沒有在做其他的 呃 隔層 他旁邊這邊就是有兩個 可以置放一些像卡片啊 或是比較小的東西 這樣 如果你塞在下面比較不好撈的話 可以放在這邊這樣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背起來的感覺 37算是真的還蠻大 那不是他們家最大的尺寸 那甚至說我覺得如果你 呃 東西是屬於外出過夜比較少的 這個兩天一夜其實也蠻夠的 東亞的這個包包呢 我的這個的型號是 Saint-Louis PM Back 然後在圖紋的方面 我覺得真的遠看 會有一點點 跟Forella Pudge 真的還蠻相似的 他在裡面就有附一個這個小小的包 我覺得蠻適合拿來當那種 外幣包的 就是你可以放一下當地的貨幣啊 什麼的 如果你出國用的話 然後呢裡面呢 也是沒有其他的隔層的 就是只有那一個小小的 包包在裡面 我那時候真的本來想說 就是比較 就是想要 絕一個高效 我發現就是 絕不了高效 因為他們兩個對我來說 就是都是非常好用的 脫特包這樣 那就是稍微就是質地的差異啦 像這個是比較亮面的 那這個就是比較霧面的 Goya真的是被大家炒紅了起來 那時候就是要進去Goya的時候 在外面排了一個小時才進去 然後進去呢就是 顏色就是要什麼沒有什麼這樣子 最後就是我選了一個 這個就是最經典款的顏色 孩子紅就是這樣啊 缺貨缺的快這樣子 那就是也給大家做個參考 再來呢就是也是我今年入手的包包 這個是Acne Studios的Musubi Mini 它雖說呢它的品名是Mini 但是我覺得它的容量其實 非常的大 給大家看一下就是裡面 它的裡面呢 這個遮住了 裡面的中間呢 是有一個拉鍊的 這個小分隔層這樣子 然後呢 兩側的空間呢 真的算非常非常夠 以我出門的東西 真的不多來講 我從來沒有把這一顆裝滿過 之前發過的一些購物分享影片 大家應該很常看到 我在裡面搭配 然後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它 那當初我選了這個白色啊 我真的是明智之舉 因為現在這個尺寸的白色啊 基本上就是網路上 就已經買不到了這樣子 很難買 就是可能要刷刷 一直狂刷 看它有沒有補貨這樣 它的背帶呢 是可以整條 就拆下來的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背帶的話 然後可以用直接用手提的 然後你也可以側背 像這樣子 如果你不喜歡撞包的話 我覺得它是一個 蠻好的選擇 接下來呢 這一顆 在上一集的影片裡面 我也已經曝光過 這一顆呢 那時候我說是 Pauline Paris 給我的一個公關品 那這一顆呢 是No.9 Mini 我收的這一色呢 是灰色的 給大家看一下 它真的好像一個 小水餃嗎 還是小雲朵 我覺得它整個 就是真的非常非常可愛 那我那時候上一集有說 就是它小小的缺點 就是它的這個口的地方啊 比較窄 你要拿東西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小卡 那它裡面的容量 對我來說 其實也蠻夠的 因為我覺得 我的標準好像蠻低的 因為我除了東西不多 就是 我的唯一的要求 就是放得下我的手機 我就會覺得 嗯 你這個包會好用 再來下一顆呢 是我這一趟 10月底去東京的時候 入手的包包 Mason Magella的 Glam Slam Hogo Bag 那一顆我那時候 就是在網路上 看到它的照片 但呢 它在電箱上面 就是怎樣都買不到 我那時候在表餐道逛的時候 就發現他們店 就決定去店裡面看看 發現貨量就是超級充足 在店裡面這樣試杯 我就說 哇 好好看喔 那時候就是被熊就說 你又要買包 反正呢 我就被白眼一翻之後呢 我就先把它放回去了 那隔天的行程呢 我是必須要自己跟逛街 因為他有事情要去忙 後來我又去了銀座的Ginza 6 然後我一去逛 我就逛到了這個 它是有點像石灰白色 我前一天在表餐道 看到的顏色呢 是有點像 很白很白 像櫃子白 就是有點稍微紫白的顏色 覺得那個顏色也蠻好看的 但我覺得這個顏色呢 可能會更再實用一點 這個包包的內裡呢 對我來說其實也非常夠了 然後裡面這裡有一個拉鍊 可以讓你放 就是比較小的東西這樣子 它有一個小小的缺點就是呢 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包包如果大家要全開 它一拉開的時候呢 它這邊就是會 它就是真的像大家的外套一樣 就是它會分開 你需要自己就是再去把它扣起來 厚 才拉得起來這樣子 就是一個小小的缺點啦 這個背帶 它也可以把它調整成 那個長的背帶 那我個人比較喜歡 它就是一下包的感覺 所以我都是維持這個長度 然後它真的好可愛喔 超可愛 它真的是軟綿綿的 真的是一個 來 枕頭 接入到最後一顆包包了 是我真的大概是 大概前錄這個影片的時候 前三四天我才收到它 所以我目前 是背出去過一次的 Tory Burch的Razwell Small 我也是在滑 你知道小紅書 隨便就是被大數據洗到這樣 我就說天啊 這顆包也太好看了吧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對 黑金配色包 就是真的完全無法抵抗 然後它的設計外型 就是也很適合我的菜 然後看一下它的這個五金的地方 是霧面的 很有很有質感 它這個鑰匙 我好像沒有用它 我也可以打得開 就是我這樣一拉 它就開拉 所以我就想說 那這個鑰匙它的用途是什麼 有點不太清楚 它真正扣起來這樣對不對 然後我來試用看看 好像它也不用轉啊 然後我就插進去 好像也 我也不知道 好我放棄了 反正我就是壓一下這邊 它就開了 我覺得應該是不用用到鑰匙 會不會是後面改良 就是如果你鑰匙真的用 就可能 maybe它就真的打不開了 這個包包呢 它有兩個背帶 一個這個手提 是固定的 然後呢 這個長背帶 它有 這邊有三格的這個空間 可以跟你做調整 它的缺點就是 在它開的時候 真的是有一點點不方便 它這邊應該是有磁吸式的 那因為就是 有時候怕指甲或什麼 去刮到那個皮革 就變成我開的時候 我都從旁邊這樣子 先掰開 然後再順勢的把這邊撈開這樣子 好 然後它裡面的這個容量呢 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屬於比較就是長方形的包 它在兩側呢 都有做這個小隔層 可以給你放 底部呢 有做這個 這個小金扣 就是你站著 把它放 其實放在地上 它也不會直接接觸到地板 這個我還蠻喜歡的 欸好好看喔 是不是 句好看 它拿著的話就是這個樣子 尖背的感覺 反包就感覺真的 你背到老 都不會覺得說 它款式太年輕 因為它就是很經典 很優雅的一個包型這樣子 好好看 七款有近期的包包推薦給大家 有沒有哪一款燒到你 你想要即刻購入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那也歡迎大家加入我的折扣訊息的 LINE社群跟FB社團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